狼牙榜中展现的玲珑公主 只是那些跟儿子玉王有关的联系 还有救人只言片语的一些记忆 相比与自己聪慧过人的妹妹 玄机公主 她做的最大的一件事 是因为自己被两帝欺骗 又被两帝栽赃判过 最终才导致了伐族灭国 作为法族的公主这样的决策者 因为自己的感情和决定 让自己的族人灭了国 她内心的痛苦 让人想想都觉得心痛 最惨的是 她在帮助梁帝登基后 还为她剩下了孩子玉王 虽然表面被封为响品 可是梁帝内心却想要杀掉玲珑公主 毕竟知道太多梁帝阴暗的秘密了 玲珑公主的为爱范淳 让妹妹玄机公主怒气不争 愤怒的玄机公主勾结大禹 决定报复玲珑公主和梁帝 以及梁国 由此可见 玲珑公主在嫁给梁帝之后 华族执掌人就变成了 她的妹妹秦玄机 而秦国者说明自己的真实身份之时 也是说自己是华族掌政公主 秦玄机的徒弟 可见玄机公主 一直都把华族复国 以及报当年宗庙被毁之求 作为一生的侄女 就连自己死后 都让徒弟秦国者继承了自己的一切 连复仇都是一样的决绝 这样不难理解秦国者 多年在大梁奔走的纵意所在 即使后来的他早已明白复国的希望 早已是不可能了 但是他也执意要让大梁王国为族人殉葬 这就是他与生俱来的使命 而玲珑公主没有什么使命传承下来 但是也有一个秦姓的后人和他很像 那就是四姐 至情至性的四姐也是华族秦姓之人 我可以抱起来